HELLO 難怪有事,看了門口燈了 今晚的話題又好像很精彩 若果樣子上來很明顯 一定是跟書盤有關 兩位都熟書 一期有觀眾正在問我 預先打尖 中興那晚又怎樣 要講講 大灣區又可以幫忙 沒什麼要講 大灣區專家 不會,絕對不敢講 順序 一樣 講書都講到 版本亂七大龍,我現在怎麼搞 其實版本沒有什麼亂不亂 教科書一回事,是精子掛稅 沒有的,教科書是講英審書的機制 因為行之有效幾十年 幾十年 沒有什麼事 一向都是自主 一向都是教育自主 教育是自主 基本法都答應了 只要你的教科書 它的審書機制是這樣的 這次主要大家不用解釋這麼多背景 主要大家都知道 過去這一兩個星期 無風起浪就出了一個教科書 什麼中國 中國的南方 收回香港主權又不行 這些 鄧小平說的都是錯的 其實那個審書機制 首先簡單講一下 教科書 每一個教科書的出版社 都要根據教育 那個課程委員會 那個課程綱要來編那一科的書 例如高中中國歷史 它只是根據高中課程的課綱去編那一科書 就是出版社編的 對,出版社編 編完之後 它是要將那套學生用書 送去教育那裡 它叫做送審 審 因為它確保來符合那個大綱 為什麼呢 課程綱要 即是你 不是政治審查 不是 即是它叫你教 總之你 那裡一定要根據它的綱要 不能夠 即是 過分偏離那個綱要 因為那個制定綱要 都是由很多不同的專家 那些互罪 即是要你出什麼泛民就泛民 要出什麼案例就案例 不過它的綱要通常是寫得比較寬鬆 就不會說你一定要寫 即是很仔細地列明你 這裏一定要 這裏一定要 這裏就不是 不過它是由一個範圍 一個範疇給你 你就根據它來做 那麼審幾個月之後 就會發一份這個庭審報告 那麼業界叫這件事叫黃綁 為什麼呢 因為那份庭審報告是黃色的 那邊都是黃色的 那麼教科書做過的都知道了 就叫它做黃綁 那麼如果它認為那套書是送審是通過的話 就會把它列入適用書目表 適用表 是的 將來學校就會 買書的時候 根據這個清單 如果你不通過呢 你教科書書箱可以出版 對 就不在目錄裏面出現 沒錯 不過可以肯定 你出版沒有一間學校會用你的書 因為屬於教師知道 這個是教局不通過 不符合課程干擾 學校哪裏敢用這些書 應該就是說 即使學校敢用 都不可能作為正常課程內容 沒錯 一旦高中課程尤其是 不符合DSE 你學校哪裏敢用這個書 因為到時考試的時候 大家會明白跟什麽 大綱 總之不符合指引 大綱 你出了一本書 不是說不行 出版字有 沒錯 不過考的時候 你預算了 不會有這個書 是的 這次出版本書 他裏面的評審 通常有很多標準 有踢踢踢 跟著評語 有兩類的 一類是必須更正部分 即是說你錯了 例如1843年簽訂南京條約 打錯字 1843年 他見到必須更正 明顯 這個年份必須更正錯了 但他不會告訴你 你要怎樣更正 麻煩你自己 必須更正這個年份錯 你自己搞定 另一部分 就叫做建議修改的部分 建議改善的部分 你不一定需要 即是意見問題 就不是事實問題 你不一定要跟我們意見去改 不過不改你是大汪 不改都行 不過所有出版時 你見到這樣 都當是必須更正去改 因為這是一個溫馨提示 沒錯 跟著改完之後 根據課程 高皇榜 指示 他就改 改完之後 通過 通過 一邊改一邊做 就向學校的老師推銷 然後 老師就投票通過 用甲葉丙丁 射監出版社四道書 一投票 B 就選B 就是這樣 這麼多年來都相對穩定 相對來說是穩定的 所謂必須要改的 其實都是要事實來判斷 很少可悔 是調查到編輯自主的部分 故之然 另一樣 即使是建議修改 大家也會很騰雞 其實修改如何修改 都是在於出版商編輯會手上 對 編輯手上 因為他不會叫你 一定要跟我的方式 例如 你這個字 他只要說 用詞不當 必須改證 或者建議改證 但是他一定 教局那邊審書的人 是不會叫你 不會答案 給你一個魔刀答案 但今次這件 哈陸事件 南方不知在何處 那一件 怎麼爆出來呢 如果那個過程是層之有效 一向都這麼嚴謹 而很老實 做得出版的行業的人 都會有料 不會亂發 而且很戰戰兢兢的 是很小心的 照片編輯 我告訴你 教科書出版的出版商和編輯 製作人 是所有出版行業之中 最小版的一批 風之不救 教局又不能罪得 學校不能罪得 家長不能罪得 社會不能罪得 所以這次 四平八穩 照計說 那些教書就是最大的公恩租 但現在一牽涉到 風向轉了 中國歷史 風向轉了 就大領落 以前是不會的 但這件事 怎麼爆出來 搞成什麼樣子 我自己也覺得奇怪 首先 據說是有一間有線的電視台 就收到一份這樣的 出版書 出版商線出來 應該就相信出版商線出來 可能一些不順利的 未必一定是出版商的老闆 可能是一些不順利的編輯 你也會說 不順利的 你手機的東西 我不知道 你只是說很古 事實上我也不知道 均柔頓口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編輯一般都很細膽 因為是最動輒不救 最弱勢的那些編輯來的 對 很簡單 只要你用手機拍幾張照片 然後教局說這樣不行 把聲音給一間傳媒 一爆出來 他的網壓洗版 搞定了 那些這樣的朋友 就搞出一個大懲罰 不過這樣 審書那些 就不是公務員 大家叫做 是教局找相應的 例如借調教書 例如那方面的專家 都是教育界的人 也是那一科的專家 不過他們不會開明 說哪些人 審 集體負責 說是集體負責 但是很明顯 風向不同了 審書的人 都要跟上干擾 以及教局背後的指示去做 但干擾不會發出那麼糞便 我記得這樣 南方是不行的 最大的功能是劃定範圍 哪些要考哪些 你說中國的市綱 其實在殖民地沿用下來 我們那套基本上 就是中市市綱是很穩定的 大概 很穩定的 之前有個說法 就是可能要長近勒遠 這個都只不過是蝙蝠的 當然可以有爭議 但都只不過是蝙蝠 教統谷似乎 教統谷似乎 就是教的重點 都是因為要考慮到重點 或者學生的課時各方面 考慮 都是一個技術考慮為主 但是一種意識形態主導 很可見 有意識形態 因為我記得以前 你都有一些阻效 他用的材料都可以有些不同 阻效不重要 但他現在擺明這些 是一些很common sense 而且已經是 一早由八十年代開始 到現在已經有地獄 而且是老等 喂 不需要等出來問米 是嗎 白紙黑著的 那時候已經有新聞片 記憶全錄下來 那你難道是 有一個新的說法 收回香港 但不是收回主權 你不知道他講什麼 正常人 OK 收回香港 收回主權 有些什麼問題 他說只可以說收回香港 但不能說收回主權 因為我從來沒有放這個 我從來沒有輸過 事故以來 是中國的 我沒有輸過 只不過在155年 我突然間不理他 他意思就是這樣 你事實上 中英那個 184年那個 南京條約 永久各樣 當時也是清朝朝廷 這些真真正正是 渡光皇帝親自批 特務人仔 都在那裏 其英這個兩廣總督 都敢批 是的 一定是朝廷最高領導 是渡光皇帝批 皇帝下子 是 他是將那個地方永久各樣 即使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承認這條不平等條約 還是怎樣也好 起碼在清朝的時候 他是被迫也好 他真是放棄了他的主權 或者被英國人搶了他也好 都會沒有了主權 那我現在收 我有力 我現在收回 其實絕對不會有任何 沒有了國體的事 反而是你 有力收回 是你的光榮 為什麼現在收回 會變成不對 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這些事情 搞個大頭髮出來 為什麼呢? 原本大家真的不太留意這件事 但好像是樣子說的 你是料出來的 但這件事 是藍經營的一份東西 你是亂料 正辦在台北 你是亂料 正辦在台北 即是說 中華民國忘了沒有? 還未 如果你說清帝退位召 退位退給中華民國 那繼承權在哪裡?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有權 claim說我從來沒有送過出街 只有中華民國有權 請問中華民國忘了嗎? 有繼承權在哪裡? 你看 這真是自己自暴其醜 他自暴其醜不但 他現在搞到 人家vas了 逛去 乘 있기 遠之在才看到 來臨城也要出賣 所以這件事 何時候跟你講過 以前也與港督和特首 它當然會與特首 現在搞到他們 80事發賣 大聲浪費 是嘛,結果呢,就是怕太監隆才 沒有料又要扮有料 抓住雞毛當領先 就是被人說我有存在價值 結果呢,就存在這些大事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小組的人自己揣摩上衣 揣摩上衣,因為經常說每逢亂世多太監 我這次覺得壓力來源本身不在特區政府那邊 甚至不是北京,甚至不是特區政府 看中國歷史,十多年前走向共和 江藝教的那些手下說 我們要做老佛爺的好奴才 他說,一美亂喘上衣和聽上面怎樣的呢 叫做狗奴才 你真是明白上面怎樣做好件事 主動做好件事 這些叫做好奴才 香港呢,好奴才就沒有了 賭米的多 賭米奴才 我們不要用狗 這類賭米奴才就真的太多了 更熱血了 動保人士 還能賭得… 我害怕 被動保人士指揚為狗 你現在這樣呢 其實是幫你的主子賭米 賭米 對 煩煩添亂過的功夫 煩煩添亂 問題就是一石機起之千從浪 就是所謂的回歸主權 主權的概念 亦都有很大的問號 阿洋熟讀歷史是明白什麼事 大家都熟讀的 本清的時候,有沒有主權概念 想清楚 不是民族國家的主權概念 從來沒有NationState 民族國家的觀念 民族國家的觀念是 近代西方傳入中國的 不要以洋為重 不要徹洋自重 我們有民族尊嚴,文化尊嚴 中國自古以來是從來沒有NationState 我補充一點 在宋朝是有些並立的時候 不過宋朝是有些契弟的 即是說 他是未試過在一個自主的時候 是承認別人和他平起平坐的 你留意一下 有人說 反例是宋朝 說宋朝是一個已經有這種類似 國際平民關係 也不是這個概念 不是的,是契弟來的 宋朝皇帝 不是主權概念來的 阿洋奧說錯了 民族國家的主權概念 近代才有 原因就是 你一天沒有人權宣言之前 你什麼叫做主權 還有哪些人搞出來呢 就是民國時代的一班大知識民主 梁蓉啟超 張太炎 是民國才開始 這些大師 博古通金 學貫中西的大師 為了當時一個中國的職業救亡套傳 就強行將西方那套 融入日本那套 硬搬到中國那套 例如尊中山搞什麼 都是類似的 五族共和 中華民族 都是國時領 但的確在這個清帝退位照 開始又用了這些概念 的確是說 將漢滿蒙迴藏的大一統 交由總理大臣袁世凱 去和民軍 那些民國的軍隊 去商討如何 國事要大頂 寫得很得體的 但當時即使有漢滿蒙迴 這個大一統的概念 他都不是用主權來定義的 是愛生國內一家人的私產 交給一班軍閥 你去經驗他 我的私產 當時他的退位照 就是國家大權 全部被你們這些民國的傢伙搞 我的私產就是紫禁城裏 沒錯 後來當時被馮玉祥趕走抱怡之後 連這個家庭都沒有了 馮玉祥趕走抱怡 馮玉祥趕走抱怡 對 馮玉祥趕走抱怡 對 馮玉祥趕走抱怡 有文化的軍人 例如袁世凱 這一群有漢堅 就不會這樣 馮玉祥趕走抱怡 馮玉祥太過老粗才會這樣 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總之 我叫了大份老粗才會去抱怡 中華民族 或者是這個民族國家 中國民族國家這個概念 就是去到民國時候 才開始形成西方那套 所以你說從來沒有放棄 主權人士都不知道 什麼位置 那時候沒有這個概念 是愛新國內一家人 割釀了香港這個地方 給私人財產 就給了英國皇室 只有兩個皇室之間 就是皇室之間 他講清朝的概念 就不是說我國家的主權給人什麼 他就是懷怨人 即是說我開放某一些權利 或者是 普天之後莫非王 我的私產給你 這個不是國家的問題 是我愛新國內 就是浸職鐵塔 私人財產 是的 我現在割一些小筆給你 那你就給你 懷怨人 就給你 是懷怨人 儀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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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 其實你反過來看 1997年也是英國放棄了香港的主權 而且完全是英國作為一個非常大幅度的讓步 他們原本有條約保護的都不要給你 所以嚴格來說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外交性 逼英國各地 可以這樣說 因為香港島是永久各樣 九龍的南端 也是一百六零年北京條約 不要錯了 以英國的概念 他們是永久英國屬土來的 你現在迫英國 連自己認為是英國的永久屬土都給你中國 絕對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明 收回 你收回了什麼問題 即是說中國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不是你的光明 是不是你那些審書 搞到天下大不天凡 分分鐘審書那些人政治不正確 其實你們看回有個註腳 其實在七十年代未上去談之前 你看舊港英的檔案 他嫁人家以北那個荃灣 他不敢喊新界 他不敢正式喊的 他是喊新九龍 在港英的正式官方的澄清 那些人家以北大 立入了香港市區的法華地方 港英的正式官方名稱 是叫新九龍 是很清楚的 因為很清楚 是不同的條約下 是不同的概念來的 人家的法理是非常清楚的 很清楚的 他不敢喊的 他不可以亂畫的 因為條約的限制 亦都說清楚 當年丁權這件事是怎樣的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真是整件事給英國佬心敲 基本上是香港島一樣 沒有丁權不丁權的 沒有傳統居民權 沒有這件事 那裏已經普天之下 莫非是黃島 不過是英居王 是的 這個剛剛馮博講的那個 大家也留意一下 真是隔閒街 是啊 隔閒街的那些 他很清楚是中國 九龍半島都嚴格來說不對 因為九龍半島 是南面那裏 隔閒街 所以很清楚 隔閒街 就是真的隔閒街 你在北那些 他日後 因為那個市區 戰後那個市區發展 是將隔閒街 以北很多地方 其實納入了市區 是的 就是獅子山 是的 但是官方的官員寫的 很小心 他就永遠只是這樣 叫那些地方 叫做新九龍 因為他英國人 那個法治官員很強 是的 所以既然他們 統治香港的法理機材 根據這些法 當時的和清朝的條約 他一定要 已經是他的法律體系的東西 你只是想想 九龍城寨搞成這樣 就知道什麼事了 是的 即是等於中國的非地 非地 是的 英國人都堅持要走 真的 就算是天下大亂 總之城寨裏面 英國人都說 不是他 他就不來管 你都可以說 一直以來他都沒有放棄過 城寨的主權 這一點 如果這句說話 是對的 城寨在那一刻 真的是對的 他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經常說數 即是你那個對比 你已經知道什麼 城寨的個案 怎麼理解 那些人 我懷疑他們 懂不懂什麼是城寨 那些 只有城寨 他從來都是 口頭上說自己沒有放棄過 英國人說要去執法 就吵 發生過的爭端 那些是華盛那個 債城在那裡 條約講明的 這個是他一直很清楚 他自己 他唯一可以說的地方 他沒有放棄過主權 但是你整個香港島很清晰的 選一二人都很清晰 那幾個條約裏面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就不明白 其實 將香港給英國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絕對 肯定不是 是清國大清朝 那收回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其實從這個角度看 這個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榮成就 我們不要理你認同 我們唯物史觀 我們純粹講史實 唯物史觀 那這班人可能審書的那班人 或者教育屋主導底下的審書的方案 可能不承認這個事實 不承認這個是光榮 嗯 即是說 既然是你的 既然是你的 即是現在都是你的 既然是你的 即是都不是什麼光榮 那些錢是你的 那些錢仍然是你的 那就是 你有那塊錢 你不是光榮 你不是說 夠錢被賊搶了 你打碰到那個賊 拿回那塊錢回來 你想一下 中國成立以來 你哪裏試過在外國列強手上 拿到的東西 你各地又有反中華物約 香港你真的拿回來的 好 重點是甚麼加科 如果好像樣子都很難 當年你沒有放棄過香港 是被迫的 問題是 你被迫了百多年之後 香港變成了世界金融中心 不跟你的事 不是 他都是這樣說 我沒有放棄過 你看國內 一直都在我們的支持底下成長 那種比喻是甚麼加科 有數領事就知道 我先說一下 等於當年蒙古 在大幕上還沒有青紅的時候 是 成吉思汗的老婆都被人搶了 是 原來 做了人家的老婆 比做你老婆更好 你光榮了去哪裡 是 所以這些 搶過去都更幸福 結果成吉思汗 就搶回她的老婆回來 那你叫大南養得好 我搶得回 我搶得回 接著我做了黑韓 做了大成吉思汗 那就可以了 我比你更威風 我算我老婆被人搶那怎麼辦 我老婆生了一個 不知道是否自己的兒子 那個兒子結果 喊了我 我還建立這個 韓國 這個對東面的韻冊韓國 韻冊韓國 是 那怎麼辦 一樣是威風 人家有這個胸襟 為甚麼這幫獨立史的人沒有呢 所以不就是有些人讀史片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 如果以遺物史觀來計 中共大把東西可以去串 串什麼 是他迫敗英帝國的國地 是 為甚麼不是威風你 而得而且確 他是少有中共外交的勝利 是 你恢復聯合國的席位 他拿了 這個是一其一 第二是收回香港 沒有的 你其餘的國地 全國 對 南海九段 對 南海十一段 十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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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段 為了中越有而割美北越 另外 一九四九年之後 承認這個 這個 當年清朝和俄羅斯的國地 東北和西北 是 承認蒙古的獨立 是 這些都是 損失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海森威也不叫海森威 是 是 贏的地方 你真是寥寥可數 香港是其一 你都還要不讓他威風 你說清朝各大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都是和俄羅斯簽訂幾條 好像三次的條約 承認 承認這些邊界 中國蘇友好條約 一九五幾年 所以有個說話就是 中國從來不承認北平等條約 不是的 這些不平等條約 它全部承認 最多的那些 關鍵是什麼呢 最多的那些 它動不了俄羅斯 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想 這個是阿Q的 這個肯定是一定不敢動俄羅斯 你敢動日本 你敢去吵日本 去吵越南 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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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誰手上說 日本實施的有效管制 越南就是所謂叫它動 不是來動完之後 他退回去自己 他動過南越的 你何常見過 勝利的戰爭的結果 是以各地為結束的 有 1962年中印戰爭 它其實是打敗了印軍的 有 還給印度 就叫它主動撤退 就將那些佔領了 又是麥巴雄 收復的土地 還給印軍 所以 它沒有說給 根據中文的流程 我從來沒有給過 它撤走而已 它劃定蟲劃去哪裏 不過我不知道為何你在這裏 現在好像作重爭拗 選擇就沒有蟲劃 結果上就被阿叉文石強拼他 那一石頭拼他 拼完之後 有傳聞劃給人 大家停就算了 哇 兩億 兩億 其實 不要小看人 所以重點就是 所謂的不平等條約 中共不承認 這個是錯的 最重要的是 那些是承認 還有確認 再用現在新簽的條約 確認 它收回香港 也不是因為它不承認 它是承認的 你好像日本那樣 它不承認 它跟俄羅斯北方四島 俄羅斯由戰後一路佔領 到現在 日本說不承認 但是它沒有跟俄羅斯 簽訂任何條約 它確認俄羅斯的有效 技術上還是在戰爭當中 技術上在打仗 任何依然的對峙當中 所以小人也能做得到 為什麼大中國 一個國家的大小似乎 不是由它的地裏面 確認百多萬平方 如果它真的願意收回 這百多萬平方公里 真是應該支持 光榮 光榮 這個大國家 問題是香港這件事 是交成這樣 你想祝賀它也不知何 現在 不要說西北東北 不要說這些 現在華南都有問題 南字 中國南方 是 剛才是那個意識形態 但是現在這個 南字有問題了 我們有一個很出名的 老牌體育會的南華體育會 South China 是 港獨的體育機構 原來現在是 它原本就不是中共的 我不管它原本是甚麼 它是收張 南方航空 上海教獨立 上海教獨立 華東海獨立 是不是這樣 真是傻 海南航空肯定獨立 哎呀 糟了 海南將海南航分裂出來 糟了 分裂了 所以 這件事真是 又是那句 天煩天亂不得了 你何時見過任何人 會擔心中國的南方 香港不是中國 又是白馬飛馬 又來了 中國的南方 不是中國 我覺得 香港不是中國 這句話 暗限想承認香港是中國 對 很奇怪 這麼高手 是中國境內的南方 對 不知道他想說甚麼 他呢 在那個黃榜 就不會講明 應該怎樣寫的 不過如果這樣搞法 他真的遲些要在黃榜 確認每一句 你都要怎樣改 他是不是意思是 中國的南部就行 中國的南方就不行 誰說 又不知 黃榜有這樣說嗎 不是啊 黃榜沒有這樣說 我只能夠懷疑 這個最合理的 因為你南方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之外的南邊 一個之內的南邊 你南部就很清楚了 就一定是裡面 我猜他的意思可能是這樣 我覺得他這些 就逼這個教育局 要在黃榜裡面寫清楚 你要去改 以前是不寫的 找你們去改 現在就逼 把教育局上台 要教育局 逼教育局 要寫明怎樣改 南方不行 南部 南面什麼 都可以你寫 總之我們要跟 否則所有學生考試的時候 寫了南方 就可能零分 那就跟不了 那就教育局有責任 就逼你教育局 要怎麼改 但你中國大陸面的人 自己都說北方人 南方人 他們自己都這樣說 那就搞 搞中國領土分裂 這幫人 南方人 你會不會理解 南面 你一定是在長江以南 你就叫南方人 我不理這些傳統的價值 或者傳統的習慣 我只是認同 他的審書的方向 我只是認同 你香港教育局 課程會議局 審書的方向 講南方 講北方 就是要把南方 或者北方 從中國領土分裂出去 令人覺得 是中國北方以外的領土 所以這些人其心可諸 誰再說自己是北方、南方人 一定是搞忽略 南方為何想起一首歌 以前小時候 大家一定聽過 叫《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 是呀 後來我都一見 是呀 遙遠的東方 可能講到日本 又遙遠的東方 可能日本也東 可能是 當時在大陸 都講過這首歌 是不應該唱的 你猜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遙遠的東方 對 是以西方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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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便是不行 但是其實 這個是神經病 你說西方任何上 不是以東方為主軸去看 相對的嘛 這個在東方、西方之後 你唯一可以理解 誰才是中央 其實中東是中央 自古而來都是中央 他那裏最嚴重的 是妙遠的東方 是他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牽涉到民族問題 是呀 是呀 新疆那些嘛 是呀 是呀 好像剛才我們講的 滿清 根據滿字一組上面的 歷史教科書 是完全不用的 只能夠清 只能夠圓 不能夠蒙圓 不能夠滿清 因為牽涉到民族問題 是呀 那這些呢 我們都相對來講 比較容易理解 但是現在他藍方的藍方 不能動 這就真是奇怪了 這個超過了大陸本身 他自己的要求 不是的 根本是超越人的 正常智力 我怎樣上訴 不是 你只說收不收回 我都難理解 我怎樣跟我的小孩講 這件事呢 我就不是人拿回 不過我從來沒有放棄過的 是呀 然後呢 那個小孩呢 爸爸你說什麼呀 我怎樣教兒子 大哥千萬 總之是沒有放棄過 然後呢 這個方向全部不行 根據這個概念 南區區議會 是不是在搞分裂 南區不行 直接講獨中的獨 分裂香港 分裂鄉中 南區都不行 從香港的土地分裂出去 德區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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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行 德區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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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搞分裂 打個藍字又搞分裂 嘩 只可以打白板 答題只可以答白卷 所以最簡單的結論就是 你講得政治正確就基本上不用講邏輯 就這麼簡單 政治和邏輯是兩回事 完全是沒有邏輯 沒有邏輯可言 沒有智慧 所謂政治正確都是很白癡的一件事 你連什麼叫正確都不知道 就在講政治 其實很簡單的一件事 事實就是事實 即是等於南京條約 1842年簽訂 正式各讓香港 但是 英國是在1841年正式登陸和佔領香港 香港的開放是1841年 這些就是事實 是吧 香港1997年7月1日被中國取回 這個就是事實 我寫明是主權移交移戚 那不要緊 這些是事實就行 它不行 現在不可以講主權移戚 現在不是講事實 那幫人 一定要講回歸祖國的懷抱 那幫人就是不理事實 就是亂演繹的一些字 中文有其中一個最忠性的說法 叫Reunification 這個是香港官方都可以講的 這個都可以 這個都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 你承認之前是分離了 這個都是承認之前 客觀的事實 你喜歡說重新統一也好 恢復主權也好 前提都一定是 你給了別人才可以拿回 沒有給過別人又怎樣拿回 你都不明白 什麼 這個是簡單的邏輯來的 這個是 我覺得基本上 那個年 除非大陸之後跟你說 我沒有輸過 你唯一可以解釋 你又 我自己沒有放棄過 在那段時間 我只是給英國人管香港 其實我沒有放棄過我主權的 阿Q 我的靈魂依然是順結的 我一直沒有跟我老婆離婚 我只是給她和其他男人搞 不過我從來沒有放棄過 你這個 馮博這個說法 有一個地方是說得通的 就是澳門 明朝的澳門 到清朝 到清朝 香港後來正式和葡萄牙人簽訂 北平等條約時期之後的澳門是兩回事 因為明朝到清朝中業的澳門 的確確 他不是國約澳門 只是沒有條約 他們只是容許澳門的葡萄牙人 在上面活動 還有居住 以及貿易 以及他們的存駕 以及作一種一定程度的行政管理 但的確確 當時的澳門 中國是沒有國約 也完全是擁有的完全的主權 有一件事你一對比就很清楚 回歸的時候澳門很清楚是沒有過海域 歸還的時候海域是沒有角度的 但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是有海域的 明確有海域的 那就是香港本身是一個 entity 澳門只不過是那個地方 你給了 但是海不是屬於澳門的 所以還的時候 其實九九年澳門是沒有還到海給中國 中國那個海一直是屬於他的 很清楚的 所以你就看到澳門和香港之間 其實那個性質是不同的 香港是正牌地割完 所以有些書寫說澳門自明朝以來 就被葡萄牙佔領 他如果教局審書的時候覺得這樣是錯的 也錯的 因為他本身的確是錯的 當時為什麼真的要被葡萄牙人在澳門活動呢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原因 就是海防假約不夠海盜打 那些海盜搞不定 那些海盜都是佛朗基就是葡萄牙人 那些樹開得快 那些大帕開得厲害 那不如你來幫我清招海盜 那幫他搞定澳門海域一帶 甚至廣東一帶的那個海防治安 那給你們有一點好處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尖沙咀 那個村民臨圍起幫英國人做事 被英國水兵割了之後 那幫英國人受到壓力 就撤退去澳門的時候 林則徐以兩港總督陰差大臣身分 直接是下令澳門驅逐 要交引 驅逐這個英國人 你不交引就驅逐 當時中國對澳門是可以錄命令的 他真是澳門純粹自權 沒錯 純粹自權 還不是排他性的 搞清楚這件事 他真是比利 他要合作 合作 即是當時清朝說他有多少權 他才有多少權 是真的 沒錯 所以這個我們純粹講客觀史實 你說從來未放棄過主權 是澳門 是澳門 甚至自權他都沒有放棄的 他只是葡萄牙人 在清朝中業以前 只不過是在澳門 是有一定程度的管理權 這件事如果像他這樣說 但香港就絕對講不通 我們只是尊重事實 就不是像他們那些這樣 亂搞到邏輯混亂 史實又要不符 還要有很多字 就變成本來是普通字眼 就變成敏感字眼 然後 指南針都不可以叫指南針 指著南方 即是指意要南方獨立分裂 可以這樣解釋 以根據這班人的邏輯 可以去到這樣的 你說幾 這班太監 你說真是 聯世多太監 是不解 聯世多太監 你這句話是政治不正確 國之章王必有妖孽 你現在說這班人當然是不妖孽 更糟糕 你說國之章王 真是 詛咒國運 對呀 很糟糕 我現在根據他們的邏輯來演繹 說到國運 現在不仆街也不行 但我中興一旺 中興一旺 我就覺得很像甲午 真是 為什麼我說像甲午 甲午戰爭 三十年羊毛運動 其實全部靠買東西回來 都明白 大大過頭 空大頭鬼 買了外國的船尖炮 當時李鴻章有一個 叫什麼 東方的 李鴻章 不是 東方的悲思蜜 東方的悲思蜜 悲思蜜 不是自己做的 買回來 所以清廷的三十年羊毛運動 經濟發達 這是不容否定的 但它的經濟建設在一個流沙之上 其實所有的現代科技 和清廷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說是甲午戰爭呢 一落過 人家 刀仔腳的大船 都堆壞了所謂的船堅炮 一次現營 這麼簡單 其實船不堅 就炮不離 人家駕駛的船就堅 你駕駛就不堅 人家開炮就離 你開炮就不離 當時其實 講硬件的北洋藍隊 事實上是處理大第四 是啊 競歸本人 競歸本人 日本當時其實沒有把握 真的打得流沙 是 但是猜不到 打的時候 原來道負都不如 道負都不如 是贏到人 所以多了 當時日本採用的是 比較先進的海軍觀念 觀念問題 對 觀念問題 操作那個問題 你想想人 甚至乎不是沒有人才 你想想 講完你看本書之前 叫大清留美有同記 大哥 第一堆MIT 其實比日本厲害 很厲害 中國第一筆出去的成就 在海外 如果你用海外留學的級數 是入了別人所有的名校 公認的表現 中國學生比日本好 個別學生 不是就是個別學生 放在軍隊裏面 就變成像蟲 這些就是擺大個頭 表面上就好像大國崛起 一模一樣 就是說你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 美國人一聲說 我不給你有精片 不給精美 你就死了 你就沒有精 男人最痛就是沒有精容 沒有精容 原來更慘 那大國什麼喜好呢 大國撥起都可以 立刻那套 所以立刻那套宣傳篇就抽 你做奴才 你做奴才 吹捧你不要肉麻刀 連你主子也頂不順 連主子也頂不順 連你的主子也頂不順 這個就是自古以來的傳統 奴才一定要拆到 叫你不要再拆 這就是九奴才 這就是稱職的九奴才 你真的要拆到主人叫你不要再拆 你才可以停 永遠都是這樣的 所以變成今次中興這件事 如果你對比羊毛運動 現在是無一羊 你說你自己天下無敵 立刻在奔委排第四艦隊 危害與我的國 我就不給最小的晶片給你們 死掉了 還不止國內自己現在 其實很老實 國內有留意的話 是掀起京濤蟹浪的輿論反彈 輿論反彈是甚麼呢 到底在過去三十年 有些研發經費去了哪裏 這下是科人 其中一個講的公司 說的手段就是 買別人的晶片回來 拆了別人的名字 然後就說自己是自主研發 他不單是威就上面威 他為了甚麼要這樣做呢 當然有人要崩水 我自主研發 真的嗎 沒有課 沒有課 深圳的創科企業領先香港多少 沒錯 香港創科企業 創科的那個支援是很弱 深圳你是拿最弱的那個來比較 表面上好像很厲害 你上去給別人看 是你生產好像很厲害 問題是你真真正正的自創 自主自創 中國可以完全掌握到芯片的技術 是幾代之前的 他掌握到起碼都兩三代 所以就有人說 我們應該把握一次機會 就自己自行 但這件事應該是不對的 不是不對的 我的意思是你做 你照計 如果別人看著你這個位置 來打 照計不會給你時間 你慢慢搞 有 這次是一鋪清袋 然後我們看中興的單公司 還要美方很高調的 在他的商務部 商務部 公開了 公開了 是一個教訓來的 叫你做假 不要做得那麼蠢 除了做假蠢之外 你自己看很多時候 一些國際貿易的一些遊戲規則 是刻意去違反 為什麼你將這些技術 除了我們侵犯知識反權之外 你為什麼要將這些 他轉移給北韓 伊朗 不只是刻意違反 他是刻意地將違反合約 變成規範化 出賣指引教 例如欺騙一些老外 盡量不要被人發現你違反 另外盡量是規範化你的違反 還有他將這些 美國的技術轉移給伊朗 美國的職業 美國就是這樣 美國來說是禁運的 你認同美國佬是禁運的一件事 你跟美國佬做生意 即是你要認同美國佬的那個遊戲規則 也不止 最重要就是美方支持 這個不是今天開始的 其實之前已經有個 商談了中方要怎樣處理那件事 你答應了 就是要懲罰 然後還要轉手 跟那些人派獎金 是啊 這個是很離譜的 掌勵為約 即是你已經認同和同意了美國佬的規範 你現在蓄意違反 不得正能掌勵別人 是高調地做的 即是美方是高調地把你的內情全部揭出來 事實而已 即是說 是否真的美國佬決定 還是他自己做得太酸 不是 就是說那個猶太裔的律師 拋了他響口 你賣給伊朗 然後跟猶太裔的律師說 你不要出聲 最後跟別人說 他違約那個佛款 猶太裔 對 人家違約那個佛款 好像是說 美金 我想承開完之後都沒有一百萬 但他的交易是說幾十億元 問題是違約就違約 他們真的有些低標 他們知不知道猶太人和伊朗的關係 但是呢 伊朗是一個到現在堅持要消滅以色列的國家 巴勒斯坦也沒有 巴勒斯坦去建國 建國和他們並存 但伊朗堅持要消滅以色列 你那個是猶太人的律師 你到底有沒有腦 有沒有腦 很難 他的腦放在哪裡呢 他的腦就放在精心設計如何為約 是的 其實你只要稍微 我想蕭公也很熟 設計晶片也沒有那麼低 上面真的接觸過 這個其實是他們一個 我不出奇 只要你聽得多些人說 上面的人對於法律的觀念 他們精心設計為約 上面的法律是用來 幫他解決問題的 他們的概念找個律師回來 幫他解決問題 但是不好意思正常人 現在請律師回來 是幫你避免問題的 是告訴你哪些犯法 你不要碰 或者你聰明一點 開頭你不要去騙他 但他們不是的 他們是覺得 我請律師回來 你就是幫我解決問題 就是我犯了法 你要幫我 令到我不用受那些懲罰 所以為什麼解釋 30年羊毛運動裏面 連晶片都沒有晶片 很簡單的一件事 但凡是一個科學家 你必定第一件事 就要面對事實 是真的 你不可能出假的 如果那個體系是容許作假的話 那體系是不知容許 那體系是鼓勵作假 你作假才有獎金 你老實就是混蛋 你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地方怎麼會有科學呢 沒有科學 還有你一些 科學的起源是什麼 求真 我說地球圍著太陽圈 你說不是 一定是太陽圍著地球圈 你說你就是冒犯我權威 那你就是回歐洲的黑露事 歐洲的進步 特飛晚進在哪裡 就是家王說是 科學 說是太陽圍著我 我說不是 我堅持 我堅持 嗯 就是這樣 對權力說不 選一句說話 就是對權力說不 是啊 如果這個永遠都是 還在說 這些東西都改變不了 你不用自由言外化 不用自由科學 還有你創新這些東西 你必須要有一個自由 你如果各種東西都是以政治掛稅的時候 你動輒得救你誰敢創新 創新會死 創新是會死的 而且就算不死 你創新的東西 別人抄襲了之後 不是你的 而別人會直接得益 不會有人做創新的 不會有人創新的 你自己看回 你經常說日本 我們經常中日對比 日本如果有人刻意造假 或者刻意隱瞞一些糟糕的東西 被揭發之後會怎樣 很糟糕的 直接掛納鴨死 以前要撤複 現在真的要吊頸 吊頸 我記得好像九九至二千年 有一個日本的業餘考古學家 挺有名的 他為了自己有個考古學的成就 偷偷地把假的圖片埋在地上 然後就說這些是新生氣時代 大概九千年 日本發現當然很厲害 後來被記者偷拍到 他晚上原來自己賣 一夜之間 他去申拜明年 會申拜明年 亦有一個日本 社會會譴責 對 還有對日本夫婦 那時的琴流感 大家知道一段時間很厲害 前幾年 要是隱瞞他的農場有疫情 被傳媒鐵發了 兩夫婦要記死 所以中國不是的 大陸經常說外國都是這樣 永遠都是這樣 外國都是這樣 一有自己 一被人有些醜聞 就說外國也是這樣 結論通常有一半會這樣 我也有這個經驗 但問題是 社會文文靈 當然不只看有沒有個別的人 有問題 你是看社會主流如何應對這件事 如果整體的信心仍然可以維持 中國造假是國水 乾身立命在於造假 你如果打假會有什麼後果呢 你看看趙連海阿三罪 青江奶粉 受害家長出來揭發出來 爭取一個受害者 結果他被人拿去真坐牢 不是假坐牢 做假那些沒有事 做假奶粉那些沒有事 有人就說 這個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才是這樣的 但我覺得不是 如果大家有看一本 就是有個作家劉賓蘭 有個出名的故事就是 就是起一條橋倒了 當然不是今天 那些新中國開頭都有什麼發生的事 那就是很壞不壞 整條橋 所有橋樓都倒了 有一條橋樓沒有倒了 那糟了 那個人很大壓力了 是那個人有問題嗎 你不造假 喂 全部倒了是天災 屌你 如果你有一條沒有倒了 就是人禍 是不是 那你想想 只要你不肯造假 你就令到 做好的一場天災 變成的 好好的天災 是不是 我們看回 真的這樣的文化 這個造假文化 我覺得未必 中國傳統的 起橋 盧溝橋 金朝到現在幾多年 金朝 趙州橋 這些古橋很多 其實還有很堅固的程度 為什麼倒了都是現在新的 黃帝 我覺得以前也有造假的 一直都有 但是現在特別嚴重 因為以前中國 還是比較誠信 現在稍為文字未開 大家不知道原來一定要合作造假 尚有少部份冥還不靈的分子 剛才講到的那些 例如香港以前那些教書人 那些八股人 打死不會跟你講講話 過家當然不會 就是 因為他未被這個偉大的中國同化 還有一條 還有一件事 49年之後很多人移民下來 是沒有因果關係的 他說他不清晰的 因果關係 49年之後很大量的移民下來香港 我對不起 其實那些是難民來的 這個首先 歷史概念他完全沒有 還有很多人是做不成難民 就做了冤魂 還有 他逃爛下來香港游泳死了 那些怎麼算 歷史一定是講因果的 這個是最基本的 今天才子 十九都串了他 憂了他一脈 如果你這樣49年獎介石 過台灣都沒有關係 他那裡浪明水秀而已 他過去度一度假而已 沒有關係 你不說因果是說什麼 大哥 你完全是因為大饑荒 沒得吃 還要加上政治高壓 你猜那些人走下來香港 是為了港英 很過癮嗎 是為了幫忙建設香港 是啊 我們那時候 對香港的照顧已經是無為之 你不夠人用我就下來 說真的 純粹是因為想活命的 你想活命的 你猜港英那時候真的這麼過癮 不是他們真的喜歡港英 而是因為港英這麼衰 你比他還要衰更加多更加多 才不顧一切走下來 妻離子散 葬身如福 粉身碎骨 跌落鹽 死了很多 死了不知道多少 十萬不知道 當年做廣東 主政廣東的是什麼人 每個人很清楚 一個是陶珠 一個是習仲勳 大家知道習仲勳是誰 習仲勳不會造假 他是很實事求是 他承認了這件事 是啊 不懲罰的 主政廣東 現在習仲勳是誰的老爸 大家很清楚 誰說他造假 沒有的 他在黨內 到現在 對一般人民對他的評價都是高弱 因為那個人品 不是拆不拆下的問題 我們講事實 陶珠、習仲勳這些對廣東和對香港 都還有一個關心 比較實事同事 是不是 現在就是說 連習仲勳都不對 沒有因果關係 沒有因果關係 將連習仲勳在廣東 對香港和對廣東這些做的 全部都是沒有因果關係 是假的 做假的 是不是國內現在又有反習運動 對 習仲勳是承認一些人走下去 是因為客觀出了問題 他自己 他承認這件事 習仲勳是 現在你說沒有問題 他是很仔細 沒有因果關係 沒有自由行 自由行自古以來都有 你不知道嗎 那些人下去不回去 他們是很清楚 那個因果關係 然後之後 才會為廣東的對外開放 一路一路的政策是怎樣做 是不是 不是沒有因果關係 歷史一定是講因果 到底為何他們要搞到 讀歷史不能夠講因果 那你是不用讀的 所以現在是天下大現 對 49年的人走下來 上面沒有東西 不過很多人走爛 死也要下來 現在是另一種情況 就是他挖著一塊錢 但是錢死也要下來 對 因為當日餓到沒得吃 要下來就能理解到 現在挖著一塊錢 還要下來是甚麼呢 拿著一塊錢 要飛撲下來 更慘 你拿著 這個正常人 你能理解到 你不在上面 被人批鬥死 餓死 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走下來 這個正常人理解一下 活命威 是的 但是有甚麼角度是這麼神奇 要保本 現在 可以和活命一樣 這麼重要 要保本 那為何這些錢 上面的創科 還不可以 為何這些數以萬億計 十萬億計 要挖空心思都要走 要走而不在裡面 搞更多的創科 一張晶片都能做到 拿一個零頭出來 都能做到 又回到老問題 為甚麼呢 三十年洋務運動 為甚麼連晶片都能做到 錢去哪裏 不是沒有花錢 當年還要有人救病 大清海軍之所以會疲敗 因為有人來用了海軍軍費 那這次誰來用了你的科研經費 這次是誰是老佛爺 很好玩 不要玩 即是說 當年大清海軍 你還可以賴皮 就說 因為老佛爺 挪用海軍軍費 那些戰艦沒有辦法更新 於是處於弱勢 大家知道這不是事實 的確是有人挪用海軍軍費 大家都不會懷疑 問題是今時今日 擺明科技大戰晶片 原來空白一片 空白 連敦位都說不上 完全是停 停 他就說休克 休克 休克 原來美國不給精力用 你就沒有了 過去幾十年的科研經費 去了 不是 他都掌握了別人前幾代的技術 我記得他們安排香港以前一群議員去 給你看他們生產汽車怎樣厲害 全自動生產 他那一套是學日本的 當年老等 他搞開放改革之前 他去過日本那裏 見到別人的工廠 是用機器全自動生產 他覺得這些才是資本主義 這些才是先進 應該學這一套 結果大陸這一套是學到的 但問題是 他只是停留生產 他們不是真真正正的 創新那裏 如果你的質素 是向所謂和發達國家看齊 你的生產成本 是不可能和發達國家看齊 但如果我用同樣的成本 會不會去買一個大陸的電話呢 請問 如果沒有記錯環球時報的老闆 都用iPhone 通了 不就是 你會不會買一部 以後我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總之大陸 不過我和iPhone一樣錢 請問你會買iPhone還是買它 那不就是已經用荷包來投票了 就是了 所以問題就是在這裏 你說你的樽頸永遠就是 你怎樣才能令人覺得 我買一個感覺的問題 日本製造 不用想我一定覺得感覺良好 你用什麼方法 所謂中國2025 聲稱想要打造這件事 但不是純粹講硬技術 現在就是擔心軟件裏面有偷聽 偷攝等等 那些私隱憾 而且你永遠發覺 你最好的設計 永遠不在你那裏 你不知為什麼 我們自己 為什麼呢其實 而且我們看看 到底中國這30 40年來 有沒有自己生產過一個 世界供應的良好品牌呢 沒有 日本當年有很多 它的電器包括是Tasuba 現在倒了一件事 它是威風了幾十年 美國更加不用說 歐洲還有很多不同 它說它自己是全世界最多 專利生產的地方 據說 他說 我專門知道 你最出名的是什麼 厲害的 最厲害的是什麼 最出名的品牌就是青島啤酒 是德國人的 是的 是德國人 德國因為佔領了山東南道 就是現在青島 有一個爐山 就搞了 利用它的爐山共船 搞青島啤酒 還有是舊廠 搞到現在仍然的品牌 壓壓不倒 當時德國看青島搞的水道 排紅系統是最好的 新中國所有城市的排水都不行 就算上海下雨都不行 前幾年北京的水浸 不知道可能死幾百人都不行 這個就是大家看到的差異 譬如你講這個水 如果大家喜歡行山 香港的水塘 說八幾年前 那些水壩的文化 亞洲第一個地方可以用那種技術來建 相傳其中一個孫中山覺得 震撼文化震撼在香港 就是他覺得他看到水塘 然後他是很震撼的 為什麼呢 就是英國政府 你說當香港人是狗 當然那些水都是被他人用為先 但是華人也是在用那些水 他說 喂 你那些人喝的水 是經過這麼嚴謹的處理 我鄉下那個 井水上面是山墳 就是那個震撼 你說那個怎樣愛民如子 不是 人家那個才愛民如子 一個偏遠的殖民地 那些是流民來的 就是流放的邊疆 那些水平 就是人家最低的那一檔都高你這麼多 而且他的八幾年的水壩 沒有試過出事 沒有試過 全部是古文物來的 沒有試過 但是 說十年前左右 你上海整棟樓塌下來的那件事 這是真是水平的問題 很震撼 不過你不要說 我之前都看過一個紀錄片 講紫禁城 北京其實都試過多次地震 這幾百年 它是沒有事的 沒有建築才反而沒有事 反而沒有事 你現代那些完全不行 發生什麼事呢 那個推暴 現代有些會沒有事 有些會沒有事 學校就一定有事 政府建築物 政府辦公大樓一定沒有事 文村地震 但你放在哪裏 錢放在哪裏 但你放在哪裏 你的鋼筋 別人的豆腐渣工程 沒有鋼筋那些 給了哪裏 給了學校 最粗的鋼筋給了哪裏 政府大樓 其中一個最令人覺得 那個差異 你仍然覺得 上面那個主流 都仍然 他標榜自己最強的那裏 有多厲害的 他不是跟你說 我最差的那裏 都可以有某個水平 是兩種不同的量度的尺 其實 如果你說 今時今日大陸 你要去最強的那裏 當然他可以給它 是很厲害的 你看看我多厲害 是有的 的確是今時不同旺日 你以前說七八十年代 就算最強的那裏 都很差 現在是上升了一級 他最強的那裏 真的很厲害 問題就是 你的基礎是甚麼家科 如果你的基礎依然是偷握拐片 那裏都是浮沙 你不借了多久 我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 就出現了毒奶粉事件 已經提出一個質疑 禁無可禁 為甚麼 剛剛那時又上了太空漫步 聶海勝第一個太空漫步的中國太空人 那些人就問 為甚麼太空漫步做到 但是令人安心的奶粉做不到 現在是 擺大個頭 連晶片都做不到 為甚麼 又是同一個問題 十年來都沒有進步 當日蘇聯射了衛星上 第一個太空人是 甚麼 但是你不要忘記同時間 他出市 即是去倫敦那時 他帶了很多經濟專家去 你不如問英國人 很緊張 以為他不知道 帶了很多人的經濟專家 為甚麼你們的麵包店不用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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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林說五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葉利欽 無辱蘇聯介體 葉利欽做了俄羅斯總統 去到訪問的時候 他最震撼的是 不是甚麼白宮 不是甚麼白金巷公 不是甚麼羅浮公 不是甚麼羅浮公 是他 西方國家是超級自從 甚麼都有的 甚麼都有 甚麼都有 連酒放到周圍都是 為甚麼可以這樣 結果他喝醉了 為甚麼可以這樣 因為他頂不住那種有 是呀 大哥你甚麼人要 他見過我還沒見過 那不是演戲 你的總統都見不到 這樣也挺清廉 蘇聯射導人 這樣也挺清廉 相對蘇局 是呀 葉利欽那時候是和巴聲 和人民一起做莫斯科 轉正牧斯科的時候 一起搭巴士 他是真的 他真的是 鑽石子鑽出來 對中共來的蘇局比較傻 是傻傻 這麼認真 不可以 不可以學 不可以學 千萬不能學蘇聯 習大大自己都說 這件事 蘇聯的體制 蘇聯的體制 也有些霸大過頭 我們見到他重工業很厲害 輕工業就真的太遠了 好像他有一艘潛艇 十幾年前 賦爾斯一號 就在海內出事 寫了百多個官兵 後來他們發覺 原來艦長 很可憐 連筆紙也不夠 他們的潛艇 可能是世界最先進 但是基本文具 原來都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萬青而已 有什麼分別 是的 你知不知道第一批 MIT 剛才說 中國第一批 MIT學生是怎麼死的 打中法 印越南戰爭的時候 在甲板上面被射爆 射死了 他是MIT學生 但是沒有 你的男樣子 你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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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當時那場戰爭 你有最強的人 也沒有用的 那些人很厲害 是沒有用的 很多時只是說 馮子才 怎樣 打敗法官 黑棋軍警警 這個是事實 但問題是 海軍輸得 全家輸 他輸的不單止是屬於男女 中國第一代的MIT畢業生 是死了 是的 還有當年左中堂搞的福州船證局 徹底被法軍摧毀 慘敗得很慘 海軍那裡 那裡已經是一個警號 即是海軍根本不變 他以為重點是不讓 十年之後 就到李鴻章那裡 問題是 南洋海軍覆滅這下野史書 甚少著名 我印象深刻 不僅是MIT 去不到MIT那些 因為的而且 如果你看到當時的文物紀錄 福建船廠 或者船證學堂 當時叫福建船證學堂 當時有一個很大的辯論 到底我們應該學英國 你應該學法國 當時沒有美國這個東西 小時候列強是這兩國 於是船證學堂決定 我兩個都學 苦料學生 去不到MIT那些 怎麼辦 上週就發國老教書 下週就英國老教書 學生做 今時今日去福建船證學堂的博物館 你還會看到那些學生的作業 學你的家 英法中三語 這個厲害 他們寫的物理問卷 功課之餘 工程 paper 是法文英文中文死味 那些是去不到MIT的 那些是 你說是否中國人 不一定有問題 不一定 中國政府肯定有問題 即是這樣的人才 即使給你了又如何 一樣是全民復活的 一樣是死的 一樣是全民復活的 剛才我講的例子 就是重工業 其實這個和共產主義這件事 本身對馬克思主義的扭曲有些關係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無論是所有共產主義國家 其實基礎都是違背了馬克思所講 是極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才會進入共產主義 但事實上 成功的共產革命 都是發生在農業國家 農業國家要追到工業國家 它有什麼付出呢 基本上就是不斷地重複 在30年代 在蘇聯發生的大饑荒 原因很簡單 原始資本累積根本還未開始 只能夠用農民去申請 犧牲了它 還要出口 你那些大躍進其中一個死人士 最厲害的是 他還要徵集糧食出口 他還要說自己夠 還要徵集糧食出口 死的大部份是農村人 城市都要配給 亦都要熬餓 不過高速工業化 甚至是浮時工業化 你農村那些就不算 用農奪來完成 是的 這個掠奪其實在西方的發展 其實是很緩慢地 一直搞很多年 但是這一堆 所謂超前式發展的國家 還要走共產那一套 它是玩了農業集體化 透過這麼急速的掠奪 基本上死了很多人 撕橫騙的東西 來完成重工業的發展 當然加上偷竊技術 這些是法寶 幾個法寶來的 我總之不理你 總之先把重工業爆破 所以你發覺它重工業那些很厲害 硬的技術很厲害 但是發覺全部死了在經濟環節 蘇聯去到後期 你真的發覺要輪麵包 你射到核彈上太空 但是你是要輪麵包的人 而你的經濟專家 是來到倫敦 是要問別人 為什麼你的麵包店 可以不用排隊 我們排了長龍 完全解決不了 你說說近代工業發展 集中講重工業 以中國的經濟情況來看 都有大問題 更加它不是完全學蘇聯的圖先大陸 你看看羊毛運動 我剛才講的那時候 什麼旋證學堂 這個鋼鐵廠 其實都是重工業行先 他見到別人 異學 是異學 是異學 你出鏡頭 開心了 不好意思 我們講到飛地 變成飛地 被那些藍方 不是藍方 那些影響 變成飛地 就是這樣 他們搞分裂了 搞分裂了 我被他們影響到分裂了 阿養你快回歸我們的懷抱 是 即是你說 他那時候已經放了一大頭 去搞重工業 但是結果 有很多最基本的輕工業配套 輕工業不夠 一個合理的配套不存在 現在有輕工業 但是它的軟件一樣是配合不夠 輕工業這件事 其實是鄧公的 放任你們這些人去發展 才發展出來 放一條山 你摸著石頭過河 我不幫你設計 你自己想好它 那你的輕工業才會搞起 而且輕工業是服務人民的生活所 所以是民生 重工業是炎耀 基本上我們要有幾大的艦隊 硬技術要射飛彈射得多遠 這個明顯是兩個不同的 問題是現在繞了大圈 回到原地 你說要自己起航空母艦 就現在 厲害了 厲害了 但原來晶片也搞不定 你自己看回航空母艦 噴著黑煙 到底那隻艦隊能否打得呢 還有就算你真的打得 要等多久的時間 這個 你想回羊毛運動的情況 我想 中共最核心那群人 他們很清楚 至於下面的例外料 如果不是 就不會送這些子女去外國 不用說 這個我覺得我們特區的官員 都學得很足 那位官員 教育官員 他兩個子女在哪裡讀書 他說 因為覺得香港教育 很複雜 太複雜 現在很簡單 應該是不是 你上主證了 簡單了很多 為什麼你不送他們 去香港的一般文化中學讀呢 就是稍為有些承包 應該撥亂反正 令到他的小孩可以安心 在香港讀書 對不起 製造毒奶粉的人 是不會給自己的子女喝 一定喝盡口的藥奶粉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身體最誠實 中國所說的 孔子說的 己所不欲物 私人最不欲 今時今日 這個社會 文革以後已經沒有了 它有一個很壞的後果 譬如你說奶粉 你有錢都用不到 很慘 為什麼呢 老實講 在大陸現在有沒有直接盡口的奶粉 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為什麼仍然在香港買呢 價錢也好 有的已經差不多 的確都是真的 即是真的入口 信不過就信不過了 他怕是假入口 他怕也是假的 那半是入口的 那裡面的奶粉呢 是啊 他信你不過 還有如果大家看那個水火客的資料 一般人來購物 即是大陸人來買東西的 那些資料 它不單止是一條街阻來的 他看完那些東西 你會發覺是捏到全粒 他要捏的 其中一個當地居民 我們朋友的資料在哪裏 他說不是純粹 阻礙那條街那麼簡單 你會發現被他選過的東西 是捏到全粒 是不想買的 為什麼他要捏呢 他怕是假的 實際 他要先摸一下 真是這樣的 這個心態其實是 咦?你說你很強 但其實不是 你整個人民處於那種狀態 其實是 你滿足一個最基本的 是一個恐慌的狀態 你滿足到這麼基本的生存需要 你都誠意的 那你拿著那些其實是陰獅子 而且對國家和民族的自信 其實很低落 事實上真的很低落 表面上就好像很 很亢奮 很亢奮 但這個不是真真正正的一種民族自信 不是有自信的表現 不是一種真正有自信和自尊的表現 你怯你才是群奮 對 所以不斷在自己身上貼金 有多少金人珠寶大肆在身上就覺得自己很威 實質上是光棍 所以這個情況會再發生什麼事 就是下個星期可能會再清楚一點 因為據報 川普又會再開會 中國又派 這個代表條美國 這個代表條美國 這個代表條中國似乎 會不會講數 講成 不知道 但劇情發展下去 我相信會更快 經請罪 也不知道 下個星期密切留意 最新報道 好 拜拜